现如今的生活条件 经常吃肉喝酒 这样呢 心血管问题变得也更加常见 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方法 自己检查一下 离中风到底有多远 如果你每一项都合格呢 恭喜你身体还不错 一眼睛 首先让你的头部保持端正 然后让人用手指 在你的眼前面转圈 让自己的眼球跟着手指一起转动 如果你眼睛转动得很好呢 并且能够跟得上节奏 那么这一项就合格了 2.平衡 让身体保持直立 双手向前伸展 保持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然后闭上眼睛 保持姿势10秒钟 若你在睁眼之后 手臂依然处于水平的状态 那么说明你的血管还不错 如果你的视力下降了 甚至看不清楚东西 说话也变得不利索 舌头甚至有些僵硬 随即要出现歪斜 平时没有那么劳累 但是依旧会出现昏沉的感觉 那么你就要多加注意了 平时要注意饮食清淡 可以尝喝黄苦桥茶来降血汁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抽烟 其实抽烟是为了缓解压力才抽的 但是抽烟影响我们的肺骨 长时间会给我们的肺造成污染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天然保护肺骨的菜品 这个菜品就是枸杞梨汤 做法很简单 将银耳泡发 梨切块 然后将梨和银耳冰糖 一起放入锅中煮半个小时 撒上枸杞就可以食用了 挑选梨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外表和梨皮 应挑选没有疤痕的梨子 这样的梨子水分充足还很甜 那些不规则的梨千万不要买 吃起来没有感觉 而且苦涩奶奶 平时也可以喝一些菊花茶来养护肝脏 银是男性的生殖系统 对于男性的泌尿系统 以及生殖系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前来线会受到不良的生活习惯影响 这个时候不光需要解烟酒不能吃辛辣食物 还要注重于休息 蜂蜜属于天然物质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非常的有益 而且蜂蜜有很好的消炎杀菌功效 可以缓解前连腺炎和预防前连腺炎的发生 提前前连腺的自愈能力 牡蜜含有大量的辛 可刺激男性激素分泌 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而且对于保护男性的前连腺也有很大的帮助 平时可以多吃一些牡蜜来保护男性健康 配勾起可帮助消炎 还能补肝养肾 小米中含有丰富的核酸糖类蛋白质 每百克小米中含糖72.8克 蛋白质9.8克 以及胡萝卜素0.19毫克 小米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 小米蛋白质除了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外 氨氨酸、氨氨酸等含量都比其他食杨是要高 很多人平时在煮粥都习惯用开水来煮 正常是需要冷水下锅 一次性将水加足可以多熬一会儿 煮到半熟时 开始用勺子边煮边嚼 直到煮熟 这样煮的粥才好喝 一定要注意小米的新鲜度 全米熬出的粥就不香 熬制小米粥的最佳时间 是30到60分钟 熬制30分钟之后 加入少量的食用盐会增加粘稠度 粥也比较有口感 营养更加丰富哦 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困扰 那就是便秘 如何排除累积在身体中的素变 维持肠道健康呢 大部分人都被便秘困扰时 因为长期便秘直接影响了肠道内的毒素 随着程度不断的加深 会给身体带来其他的稳定 质香蕉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通过膳食纤维的摄入 来改善这方面的问题 平时多吃一些茯苓 海苔乌梅 三者的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 在睡前吃一点 对补充膳食纤维 调节肠道功能 缓解便秘有着很大的帮助 最快速的通便方法 是选择火麻油 柠檬水 淡盐水等适当的补充 润滑肠道 并对干燥的粪便 起到稀释作用 有助于帮助粪便排出 就是火麻油配上蜂蜜 一起饮用 这是最好的通便方法 柠檬方便水对于缓解便秘 也很有奇效 不妨试试一下 不知道大家现在 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人舌胎后腻 有口臭的问题 只是明显和不明显的区别 这个时候就要通过饮食去调节 牛奶是常见的营养食物 具有很好的调节脾胃的作用 能够有效的调节肺部 促进心疼代谢 保持大便的上通 避免出现便秘的问题 同时还能解决 胃热型口臭的问题 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食 比如面条 馒头 这都比较猪消化 而且还能达到养胃的功效 多吃面食可减少口臭的几率 鱼头豆腐汤是一种比较养胃的食材 一个鱼头加上豆腐 煮开后放入食盐 鱼头有清热的作用 豆腐性凉 有解毒的功效 对于胃热型口臭 有很好的调理效果 日常也可以多吃一些山楂干 开胃健脾猪消化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